然後我們要講的是第一個外移律作用叫做風化 什麼叫做風化 凡使延時破碎疏中的作用就叫做風化作用 這題學測考過 什麼是風化作用 只要使它破碎疏中的作用就稱之為風化作用 風化作用大部分發生在它跟空氣跟水接觸到的地方 因為有水的作用、大氣的作用 但是它不一定一定要發生在這些你外表上看得見的地方 即使是地下深處都有可以發生風化作用 只要有空氣、有水、有生物能夠到的到 生物鑽的進去、水滲的進去、空氣能夠透進去 就會有風化作用進行 只是可能速度比較慢一點而已 所以不見得一定要在外表上看得見的地方 地下深處也可以有風化作用 那麼這個舊的地科課本有交 地理課本也有交 但是現在地科課本不交了 地理課本好像也不交了 如果地老是有補充有關於土壤的一些事情 那你就記住 如果沒有補充就算了 那我們講這段話的目的是要告訴你 風化作用的最後結果不全然是破壞性 我們講它破碎疏鬆好像是破壞性 沒有 它有建設性的結果 土壤就是 岩石風化的最後產物 非常多的植物的成長都需要借用土壤 所以它有建設性的效果 所以告訴你風化不純然是破壞性 有建設性的效果 而下一個也請你背一下 叫做控制土壤形成的 最主要因素是氣候條件 土壤的形成有好幾個因素會影響 我們現在也不交 最重要的是氣候條件 為什麼 因為相同的氣候 可以使不同的岩石變成相同的土壤 原來的石頭不一樣 最後的土壤是一樣的 因為氣候條件長這樣 所以我們說氣候條件最重要 所以你就記住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 岩石風化的最後產物是土壤 第二 控制土壤形成的因素 最重要的因素叫做氣候條件 這樣就可以了 那麼 風化有分兩種 物理風化跟化學風化 物理化跟化學風化 溫暖潮溼的地方以化學風化為主 寒冷乾燥的地方以物理風化為主 當會我們上課的時候 你就會明白為什麼寒冷乾燥以物理風化為主 為什麼溫暖潮溼以化學風化為主 那目前就像就記一下就可以了 就是還冷乾燥物理風化為主 溫暖潮溼化學風化為主 跟理化課本教的物理變化跟化學變化差不多 就是一個過程 通常不是只有物理變化或只有化學變化 同時都有 彼此還會互相促進 那麼在自然界中 也常常不是單純的物理風化 或化學風化會同時發生 而且還可能會彼此互相促進 就是跟你說明什麼叫做風化作用 請你記住風化 考過的風化就使岩石破碎疏鬆 記住風化的最後產物是土壤 控制土壤形成的最主要因素是氣候條件 記一下寒冷乾燥地區以物理風化為主 溫暖潮溼的地區以化學風化為主 就是我們對風化的一個最基本最開始的認識